1月17日23时区,青海省西宁市官方在第五次新闻发布会上称,经过综合研判,17日上午10时,西宁市113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决定停止搜救,宣布一名失联人员失踪。 1月13日17时36分,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长城医院门前公交站发生路面坍塌事件,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17路公交车瞬间陷入其中。 截至目前,事件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,1人失踪,16人受伤。 我们仍为放弃搜救,采取搜救犬、无人机、生命探测仪、热成像仪等多种手段搜救失联人员。 仍为发现失联者,考虑现场地质条件,从在发生建筑物倒塌的风险隐患,同时搜救工作已经最大努力采取了所有措施。 杨晓明说,官方第一时间组织了4家省市级医疗机构8辆救护车,50余名医护人员,赶赴现场进行医疗救援。 目前,16名伤者中已有6人顺利出院。 下一步,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,一是继续把救治伤员工作放在第一位,对人未出院的伤员继续精心治疗,二是做好遇难者和失踪人员家属安抚及善护工作,三是对他县区进行分层回填,四是组织相关单位,尽快恢复供水、燃气、通信、电力等管线。 五是,待管线施工作业完成后,按道路路基结构施工,六是对宗策长城医院建筑物进行动态监测,连防刺身灾害的发生。 七是,在全市范围内扎实开展好,人房工程及地下官网隐患大排查,大失礼工作,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 突发事件发生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